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必谢我 我输了我就认 不过我只负责制药 而药材得由你们去找 没问题 您需要什么药材我们去买 说得容易 要是随便都能买到 那这药也太稀松平常了吧 好好好 那您要什么药材 我们去找就是了 要说到别处说去 他需要休息 东学 你留下 我和影店去问清楚 这么多书啊 你能看得完吗 还是光摆这 他有点好看 这个你不配问 你 需要什么药材 你说吧 我们先不谈这个 我有话要问你们 你说 你们知不知道这个丫头快死了 你说秋霜吗 除了他还有谁 我们知道他有病 而且是天生的 但应该不至于那么严重吧 谁说不严重 虽然他长期服药 让他拖延了病发身亡的时间 可是这场赌 让他耗费了太多的心力 肩动了肃脊 恐怕熬不过三天 你说什么 除非老夫立刻给他治疗 那就快治啊 为什么 为什么 你是大夫 他是病人 你不治谁治啊 什么人都治 累也把我累死了 你 你说 什么条件 总算有个明白人 原来你是要替交换条件啊 那就快说 无论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轮不到你答应 得他自己答应才行 别绕圈子说话 直话直说 只要他把原来的赌注 改成替他治病就行 不可能 求双不会答应的 所以我要找你们来谈一谈 希望你们劝劝他 好了 你们可以走了 你 你为什么不让我继续和他说清楚啊 说不清楚 他的意思很明白 只有这一个办法 那我去逼他给求双治病 恐怕你办不到 即便和我们三个人的力量 恐怕也打不过他 就算能打得过 他也不会答应治病的 天底下怎么会有这种人呢 所以说他是怪异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啊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啊 问求双吧 他不会答应的 我没说让他答应 我是让他想办法 你别走来走去 坐下来休息嘛 我休息够了 想动动 秋双 你有没有考虑过 考虑什么 考虑先答应他 把赌注 改成替你治病 等你的病治好了 然后再找机会 跟他再赌一次 这次赢他也是侥幸 下一次他就不会再上当了 我绝对赢不了他的 这 这 这太不公平了 为什么你的一条命 就比不上他的一条命呢 龙飞 你让我说完 虽然他是公主 你是丫鬟 可是你们都是人呢 他的毒解不了 是要死 可是你的病治不好 同样也是要死的 你拿你的命 去跟他换 这样值得吗 你还说 他怎样疼爱你们 怎么照顾你们 怎么把你们当成亲姐妹一样 可是遇到了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他就是公主 你就是丫鬟 为什么他就是主人 你就是见命一条的奴才 不要再说了 不 我要说完 你也一样 东雪 你练了一身好武功 可是你没有什么愿望 只有保护公主 你想过自己的生活吗 难道 你们就是为了他而活着的吗 不错 我们就是为了他而活 我们四个都是孤儿 从小就和公主一起长大 我们每一个人都受过公主的恩惠 而且是我们拿性命也换不回来的恩惠 我不相信 没有什么恩惠 能比一条生命更为珍贵了 我在练功的时候 失手打死了一个太监 依宫中的规定 一命抵一命 公主为了救我 绝食了七天七夜 差点为此送命 陛下不得已才赦免了我的死罪 所以我这条命是公主的 至于秋霜 秋霜在十一岁的时候病发 宫里所有的御医都放弃了救治 可是公主却为了救秋霜的命 把陛下珍藏的一株千年野参 偷出来给秋霜吃 那株野参是陛下最珍贵的救命宝贝 陛下为此大发雷霆 三个月不准公主出宫门一步 幸好 秋霜吃了野参之后 命保住了 公主还把南平国所有知名的御医 都请回来 给秋霜看病 而且还亲自陪在秋霜床前半个月 秋霜能活到今天全靠公主 所以 我们的命都是公主的 我很少说这么多话 可是 这件事 我一定要告诉你们 龙妃 现在你明白了吧 只要是公主的事情 我们随时都可以拿命来换 所以 你别劝我了 如果 他知道是这样解的毒 他永远不会原谅自己的 你说什么 你们只知道 自己去报答他的恩惠 可是你们没有想到 他会因此而伤心 一辈子耿耿于怀 这 你最好再想想 你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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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 龙公子 要不要老朽陪你一起去 不用 我只是一个人呆着闷得慌 想出去随便走走 铁大人继续睡 继续继续 不睡了 不睡了 那巧儿啊 还真够可怜的 还不知道 他大伯永远都不会回来了呢 龙公子没有告诉他也好 否则一个小女孩 很难承受这样的打击 还是让他暂时蒙在鼓里吧 真是的 这些杀手真够残忍 随随便便就取走 一个人的性命 公主 你该付九转训命单了 我又要吃药了 春风 水没有了 你帮忙去拿点水来 好让公主吃药 好 来 什么人 铁大人 巧儿 哼 我早就怀疑你了 你毕竟还是忍不住 想趁我不在的时候 动手杀人 这这这到底怎么回事 他想刺杀大人 不 他要刺杀的是公主 你不是我的对手 说 谁派你来的 发生什么事情了 公主 那巧儿也是杀手 不可能的 真的 他才多大呀 这才更能让人防不胜防 龙公子 你早就看出 巧儿有问题了 不错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你们可曾记得 他说他走了一天的山路 是啊 可是他的鞋子 却干净得很 一点尘土都没有 也许 也许他还干净 可是一个乡下小姑娘 见了这么多的陌生人 他居然一点也不害怕 没错 他差点问得我没话答 更重要的是 这件茅屋 是我在山里见到的唯一一户主家 一个小姑娘 就算她的胆子再大 她的家里人 应该也不会放心 让她独自一人行走山路 所以我就产生了怀疑 你既然看出来了 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求五娘我也看出来了 你不是也不相信 好了好了 其实不说也好呀 这样她才不会起疑 只有她放心大胆的动手 我们才能够揭穿她 她会再来吗 应该不会吧 她伤得不轻 不过我们还是小心点为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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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回被你们识破 迟早我会得手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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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见我 可是同意了我的交换条件 前辈珍藏了那么多书 难怪你在见识上 自称是天下第一 嗯 你这是在耻笑我 嗯 老前辈怎么会这么说 我要真是天下第一 就不会输你了 老前辈心中明白 秋双是取巧才赢的 哼 输就是输 赢就是赢 认读服输 没什么理由可讲 可是却可以看得出 老前辈心中的慈悲 慈悲 嗯 我要是慈悲 就不会有人叫我怪异了 那是别人不了解你 你问我的第一问 老子道德经的那一段 就足可以证明 怎么说 那段话的意思 在劝人不要以武相向 若不是心存慈悲 老前辈 老前辈怎么会选这一段来考我呢 哼 老夫没有意见 其实 老前辈也未必能够救我的命 谁说的 我的病根本无药可治 我忘了什么事都不能瞒你 你说的不错 老夫是不能治本 可却能治标 老前辈怎么说 你的病的确是无法根治 可是 只要老夫替你医治 我保你延长三年寿命 三年 三年和三天又有何不同 你小小的年纪 怎么会如此悲观 人生在世 不过数十函数 倘若不能做些什么 而只是活着 与死又有何不同 一老前辈对医药之能 想必更得养生长寿之道 再活三十年 甚至成为百岁人瑞 都极有可能 可是秋双以为 老前辈如同行尸走肉 忘在根世 丫头 注意你说话的分寸 我说的是真话 老前辈虽然有个弟弟 却如同没有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老前辈应该也不会有朋友 虽然奴仆成群 却个个对你充满敌意 老前辈空佑 旷实医术 一身武功 诺大财富 无穷见识 却是截然一身 看似富有 实则一无所有 有的只是孤独 丫头 你好大的胆子 你就不怕老夫杀了你 老前辈不是告诉他们 我只有三天可活吗 我又何必怕你杀了我 那你就不怕老夫食言而肥 不为你家小姐制药 怪一化一 如果还有一点值得 活下去的理由 就是手细弄 如果连这点都没有 我已无话可说 丫头 好 老夫服了你了 这样吗 原定的赌注老夫一定兑现 我再提一个条件 你若是答应 老夫就给你治病 秋双只是个丫鬟 既不会武功 又没有奇真异宝 老前辈的交换条件 恐怕秋双拿不出来 别担心 你一定能拿得出来 老前辈请说 丫头 你小小的年纪 却懂得这么多 而且言语有趣 老夫已经多年没有遇到 能说话的人了 你若是愿意留下来 每天陪老夫说说话 老夫担保 严你三年寿命 老夫年事已高 绝没有别的意思 好了 你考虑考虑再说 你还有三天的寿命 老夫给你一天的考虑时间 考虑好了再说 不论秋双能否接受老前辈的条件 还请老前辈先着手研制五毒杖的解药才是 那是当然 不过 此药的药材相当难寻 我会详细告诉您的 至于能不能找齐 就看你家小姐的造化了 多谢老前辈 幸亏了公子 又给公主解了一次危机 多谢公子 铁大人多礼了 这不正是引荐让我留下来的目的吗 公子说笑了 不过公子下回 再看到陌生可疑的人 先告诉我们一声 让老修也好有个准备 真的有那么多的人 要来刺杀公主吗 这个老修也不明白 为什么会这样 眼下又查不出什么 只好等回南平再说了 公主 我想出去走走 身上的毒没什么 心里快闷出病来了 公主 下雨说过 公主不能太劳累了 下雨说了 公主出去走走也好 不碍事的 外面有危险 万一有此可呢 好了铁大人 我陪公主一块去 这样 你总该放心了吧 是是是是 公主早去早回啊 是 春风 有龙兄陪着我 不会有事 你就回去吧 是 嗯 出来散散心真好 心里头舒服多了 好 谢谢你陪我出来 没关系 我也是趁机出来走走 我总觉得 给大家添太多麻烦 尤其是你 嗯 我 嗯 你我宋未平生 你又肯大力相助 一般人是很难做到的 嗯 随缘而已 那就是缘分 你有没有觉得 我变了 和我们初见面时相比 你变得很多地方不同了 嗯 当时 我还为了逃婚 改换男装四处瞎逛呢 嗯 如果 如果没有退婚这件事的话 你会怎么办 即使是这样 我也绝不会嫁给那个逍遥王 嗯 为什么啊 是不是因为他不够好啊 嗯 我根本不认识他 我只是不能接受 这样的正直婚姻 好像我和他 只是两国之间的一个工具 嗯 回想起来 确实如此 嗯 你知道吗 我原来打算呢 去见见那个逍遥王 嗯 嗯 你不是不打算嫁给他吗 嗯 我见他我当场骂他呀 问他为什么不拒绝这门婚事 要我嫁给这么个老头 哈哈哈哈 老头 是啊 他那么老 嗯 对不起啊 我忘了 你好像和他差不多大 是啊 嗯 差不多 嗯 其实我不是以年纪大小来取人 我只觉得不应该 哎呀 别谈这个了 那 你说说看 我变成什么样了 你啊 嗯 成熟多了 也冷静多了 不过你放心 我再怎么变呢 也不可能变成温柔听话的小女人 哦 是吗 嗯 如果不是那样的话 铁文成就不能叫我刁蛮公主了 嗯 她就一定会很爽 因为如果没有我整她 她就会浑身不舒服 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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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解药 是两味主药 十余种富药 以各种不同的天水地水 天水调和 这其中富要易得 市井之中均有所卖 主要却很难寻 所谓的天水地水是什么呀 都告诉你 你就成名医了 天水地水 天水地水来源不同 更有时令地区之不同 老前辈怎么会齐备呢 天水中 此药必须用 立春雨水 梅雨水 繁露水 辣血水 地水中要用玉井水 温汤水 乳血水 地浆水 这其中天地之水 老夫早就收集储藏 以备不食之需 那主要是什么 第一位主要就很难寻到 不过你该知道什么地方有 就看你们能不能拿到 那到底是什么呀 五色石 什么是五色石啊 暂时别问 老前辈 我的确知道哪里有 可是 别急 五色石可以等到你们回到小姐身边在家上 能拿到吗 不知道 但是可以一试 那另一位主要呢 绿荫果 什么 秋双 什么是绿荫果 怎么让你这么惊讶啊 这是一种罕见的奇果 果之其酸 手指碰触其枝 越会轻蚀溃烂 啊 这 这能当药吗 嗯 你懂什么 就靠那酸汁 才能溶解五色石 这 那它在哪里会有 我们就去采 难 此国 生长在峭壁之中 三十年开花 三十年结果 此 而其 一株 只结一枚骨 老前辈 此国可遇而不可求 仓促之间 上哪找啊 说来 也机缘凑巧 老夫就知道 有一颗 在哪 就在前方山区 老夫采药之时 见过 告诉我去一切的地点 我去 这是百年难得一见的 奇数异果 天地之间 凡是此类宝贝 必有互保之物 否则 也不会让它活六十年 而不被飞禽吞噬 为什么一定是飞禽 难道一般的兽类 就不会破坏它吗 此树生长在百丈峭壁之中 无处逐立 就连元侯也无法攀登 那当然 就只有飞禽了 换句话说 你们也上不去 否则 老夫怎么能够轻易放弃 而不踩回来呢 龙非能上去 我最多也只能上五六十丈 什么 你能上五六十丈 他学过燕烟十八分 不容易 竟然让他给学成了 那有什么用啊 还是上不去 我有办法 你有什么办法 我俩一起去 等我再说 这 上得去也没用 那树周围全是剧毒 各种毒对绿荫果发出的气味 和枝燕上凝结的露水 特别偏好 可是又不敢直接碰触 所以就在果树周围聚集 人畜接近 必死无疑 这就是飞禽 无法吞食的原因 那不就麻烦了吗 夏宇又不在 如果遇到了毒 我就无计可施了 老前辈 必读中 别打我的主意 我没有帮这个忙的理由 有 果汁制药 果皮和种子归老前辈 好厉害的丫头 你怎么知道这些 对老夫会很有用呢 老前辈明知故问了 你小小的年纪 脑袋里边装这么多东西 好 老夫就好人做到底 毕毒株借给你们 而且提供其他必备药材 怪异化异是不会做好人的 我们是条件交换 好 就这么说定 你们两个跟我来 毕毒株放在怀里 任何毒都会退开 不敢靠近 摘了云果的时候 切记 一定要戴 陆皮手套 不可碰破果实 把果实 放在这银河之中 用皮带束在腰间 从摘下果实开始 必须在一个时辰之内 交到老夫手中 否则 失去了效用 老夫该不负责 那路程离此多远 以你们的矫程 半个时辰就到了 这就是绿云果生长的地点 我以绘制成图 一看就懂 你在庄口等我 我还有事和他说 我跟你没话说 其实你没必要这样 你看我不顺眼 我看你还不顺眼哪 那你还不快走 我是有事要和你商量 有话快说 别浪费我的时间 你怎样才肯救秋霜 这干你什么事 我是问你 什么样的条件才可以交换 你有什么条件可交换 我 我 你什么条件都没有 怎么交换 我 我 得 我把燕云十八番交给你 你看老夫这把年纪能学得了吗 再说 这燕云十八番必须是童子身才能练就而成 我曾有妻有子 你以为我跟你一样 好吧 好吧 只要你肯替秋霜治病 我情愿像那些和你赌 Smart的人一样割舍为奴 终身伺候你 这样吧 条件随你开 其他的我照办就是了 如果我想要你的命 如果你想要我的命 我也同意 只要你肯替秋双治病就行 不过你要等我把绿因果拿回来 再要我的命 你们是什么关系 我们 我们是朋友 别骗我 没有人会为朋友做出这样的牺牲 你就别管是什么关系 只要你一点头 我们就这么约定了 没那么容易 我没事要你这条命干什么 又没多大用处 你 好了 去干你的事吧 不要担心 我跟他另有交易 只要他答应我的条件 我就救他的命 你和他交换的条件是什么 这是我跟他的事 你去过 万一去迟了 绿因果有个什么闪失 恐怕你就更难向他交代了 好 那我们回来再说 年轻人就是冲动 好 这么久 你怎么才出来 那 没事 我呀 是问清楚那些东西的用法 你还没说究竟怎么上小臂呢 到地头再说吧 嗯 嗯 公主怎么还没回来呀 别担心 有娄公子陪着他呢 嗯 龙公子的武功真的那么高吗 当然 他是我见过武功最高的人 嗯 他不但武功高 人又长得近 待人又和气 我觉得啊 他和公主倒挺匹配的 哎 奇怪了 当初公主要嫁给逍遥王的时候 你不是酷得稀里哗啦的 说什么人家逍遥王是个老头子 太委屈我们公主了吗 我没有说错啊 可是 龙公子的年纪 大概和逍遥王差不多大吧 你怎么又说他们匹配呢 我 我就是觉得他们匹配嘛 你呀 就因为龙公子长得俊 年龄就不成问题了 那好 将来 也把你嫁给一个五十岁的俊老头 好不好 六十岁的野心 你别跑啊 欺负我 干嘛 干嘛 干什么呢 欺负我 不要胡闹了 公主来了 哦 以后不许欺负我 要不要我告诉公主 是 公主 龙公子 那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铁文成 你这是干什么 管了那么多 你是我爹呀 老臣不敢 老臣不敢 老臣只是担心 铁大人 你是不是担心我把公主给拐跑了 嗯 嗯 这我 我 我 呃 在下失言 公主别见怪 没事的 是句玩笑话罢了 别放在心上 嗯 平文成 嗯 下回我跟龙兄出去的时候 你跟我们一块走好吗 嗯 不不不 公主 该用针了 嗯 嗯 龙公子啊 公主 公主 公主恢复以前的样子了 发生什么事了 没发生什么事啊 啊 可能是出去转了一圈之后 心情变得舒展一些吧 嗯 我看 再这样待下去啊 三星的该是我呢 哎 铁大人 嗯 刚才公主不是已经说过了吗 下回呀 您一块去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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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来 我要犯下饶了 张 grave 那 cen 铁大人 那些这才 when think your ch companic ould Gueric is to have enough respect, Well like the same thing like the 怎么现在 你反而问起我来了呢 我也不知道 这几天心里有点乱 你花了那么大的精力 去和怪异话音对赌 我想你一定是累过头了吧 其实只要是为了公主好 无论做任何的牺牲 我都无怨无悔 因为我相信 当我没有任何困难的时候 公主也一定会为我们 做任何事的 对 所以就算为她而死 我们也愿意 我们四个 一直没有真正的分开过 我不敢想象 当有一天 我们不能在一起的时候 会是什么样子 我们能不能受得了 我也不知道 但是总有一天 我们会面临这个问题 所以在此之前 我们只有珍惜每一天 按公主的说法 有一天 她会把我们都嫁出去 到那时 不分开也不行 或许 会发生一些 我们都无法掌握的事情 逼得我们非分开不可 又或许我们之中 有人先死 秋双 你放心 我不会让自己 只活三天的 我相信 即使有一天 我们不能在一起 可是我们会永远地记得 彼此在一起的 每一个日子 你要上哪儿去 让自己活得久一点 你答应了我的交换条件 我考虑过了 如果老前辈延长我三年的寿命 而我又必须一直待在这里 那么这三年 岂不是为你而活 延长这三年 又有什么意义呢 你宁可死 不 我还不能死 有些事 我必须去做完 丫头 你在跟我玩什么花招 把老夫都弄糊涂了 很简单 如果我想活下去 我就必须答应你的条件 如果答应你的条件 我就不能去做 我应该做的事 两全其美之计 就在这交换条件之中 必须要有所变多 你 说说看 你延我三年寿命 我要你给我半年时间 让我离开 去做完我应该做的事 剩下的这两年半时间 我回来陪你 丫头 你把老夫当三岁娃娃了 我给你治病 治好了 你一去不回 我找谁去 我能信任老前辈 老前辈 你何不能信任我呢 这个 依老前辈之能 如果我一去不回 无论我躲到天涯海峡 老前辈 也有把握把我抓回来 我既躲不了 逃不了 也赖不了 老前辈 又何须担心我食言呢 这个嘛 这是我唯一肯答应 跟你交换的条件 如果你不同意 那么 就麻烦你帮我准备一副棺材 这里是你的地方 应该不会太困难 好 丫头 就冲你这份洒脱 老夫同意了 多谢老前辈 丫头 你的病非同小可 老夫需要点时间做些准备 你先回房去 过一会儿老夫去找你 我们立即开始 是 是 丫头 你这丫头可真不减肯 连老夫都斗不过 老前辈 老前辈不是斗不过我 而是舍不得 建秋说 就此报名 别灌米汤 老夫虽然稀才 还不至于舍不得 真正舍不得的 是那个 桀骜不寻的混小子 你是说 如飞 就是他 就是他 他为了救你一命 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你 真够患 他答应什么 他情愿 用自己的命来换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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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